古代的水牢监狱你见过吗 这里被称为万人洞 光是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在洞中发现冷兵器时代留下的兵械部件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领略三百多年前的吐司遗迹 这个洞呢是位于西流河谷之中 这边应该是它当时的水牢啊 然后在那个水牢上方大概十米的位置 有一道小门 好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我们一过来就看到这个门口一个旧窝 现在那边是残存的石墙啊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城门的下方 城门的这个条石上面刻有名文 万人洞计左右两洞 康熙三十七年 现在我们继续前往洞内 这些条石非常的工整啊 所以这个石头顶部有一个载楼 这个载楼破损的比较严重啊 它是外面这一侧先垮它 然后中间的田方也就顺着这样垮了下来 残存的是靠里面一侧的墙壁 在洞口不远处啊发现了有红生麻 大家看就好像被雪染红的一样 透着光看啊这个非常的漂亮 好了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洞厅里面了 大家看到这些石头上面布满了 红绿色的看起来非常漂亮 据说啊这个洞内曾经发掘出来过铁盏啊 剪刀啊鱼叉的文物啊 还有白骨啊 我们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个就是洞底上面滴落的水珠 在这些石头上面形成的包浆 看起来非常的圆润 有个啥 铜什么 铜皮 铜皮 小峰说在洞口发现了铜皮 你看啊 就在这 你看像不像蛋壳不是蛋壳 你看铜皮吧 这个不是蛋壳 这铜啊 这应该是文物了吧 这应该是文物 进入洞道的这个路不好走啊 都是非常湿滑的 这里也有包浆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大家看前面那个洞顶上面是布满了形形色色的中乳石 有的已经非常之大 我面前这一块应该是从洞顶上面掉落下来的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呀 有一些洞体是很容易人都走得进来的 我们进来游玩的时候第一是要注意安全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护里面的结构 不要去搞破坏 像这些中乳石都是成千上万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长到这么大 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破坏 这个看起来非常有质感啊 就像是覆盖的白雪一样晶莹剔透的 这个雪白的中乳石 它里面一层是带褐色的 外面这一层就是白色的 非常漂亮啊 这个石头缝里面剩水的地方都有这种中乳石啊 还在不停的生长 在这边明显的水深变大呀 这个从冻顶的石库游下来 哇那个中乳石骑非常漂亮 就是泛着白光的呢 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蝙蝠 有很多蝙蝠 冻顶上面有一道瀑布下来 在这边形成了一些云盆 非常漂亮 这个上面其实非常耐滑的 抹杂力比较大 火门在前面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中乳石啊 那我们去看一下 哇塞 多的天啊 这个太震撼了 在这个巨大的洞窗的底部 发现了有一个水潭 黑乎乎的那里 哇那个水潭里面的水好清澈 感觉非常深哦 大家看这个四面八方的水啊 从这个崖底上面流下来 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云盆 缓缓地注入到这个水潭里面 好了朋友们 这个万人洞已经被我们探明了 关注我 带你开启狂野的户外探险之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